蔡茂深夜抓捕刘备惊动了刘表 当他过来看到墙上的这首反尸后 顿绝恼羞成怒 可是话又说回来 以刘备的才华怎么可能写出这么龌龊的反尸 刘表并不糊涂 证据不明 一旦抓捕 荆州和新野立马是同水火 他断定这一定是蔡茂搞的鬼 当即驳回他的请求 撤兵回营 但是手下兵将你看我 我看你就是不动 这让刘表发现了不寻常 不知不觉间 蔡氏家族的实力 已经膨胀到无人能管的地步 你们都看他干什么 我去荆州之中 你们没听见主公的经历吗 马上受兵回营 快走命 姐夫发现了问题 吓得蔡茂第二天一早就向姐姐报告情况 看来 主公是不是怀疑我了 当然怀疑了 那我们怎么办 别慌了 侥幸的是 他大骂之后 竟然就病复发 这十天半个月 他是不能理证了 蔡茂担心刘表一旦病好 他就会大获临头 蔡氏却胸有成竹 表氏已经吩咐下去 下药的时候注意分寸 既要让他活着 还要继续病下去 要不说 罪毒负人心 为了自己的目的可谓不择手段 这话落定让蔡茂佩服的五体投递 既然时间充裕 那他就可以从容不止 再次针对刘备 女的又如何 女的 就不能到荆州之主了吗 此时此刻蔡氏的野心暴露无遗 刘表已然病重 对外的一切社交都交给了自己的长子刘奇 这一日 他兴奋地来到新野 邀请刘备参加荆州府的京香庙会 到时候所有周郡的大员 才子都会亲往 这让刘备有了一丝期待 张飞却一眼看出 这次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刚刚经历了一场刺杀 再回荆州 难保蔡茂不会再行什么龌龊手段 可是已经50岁的刘备 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所谓富贵险中求 挑选了最稳重的赵云陪自己前往 无独有偶 刘备恰恰牵着刘表 送给他的敌鲁马欣然前往 遇到了他人生第一位贵人 这位神秘书生 一眼便看出了此马的不凡 告知刘备 此马不但会防主 而且近日还有一场血光之灾 不想刘备根本不幸 执意前往 却让他不知不觉 又走进了菜帽 提前设好的圈套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费工资